90年代开始台商开的面包店大举进攻大陆市场 这几年租金仍是成本提升之外 各式各样的烘焙方也先后成立 竞争激烈之下要长久经营就得开发新的模式 在大陆创立品牌18年的业者 目前在上海有90多家面包店 但他们开始做出区隔 老板把心思动到地铁站上 锁定通勤族 主打简单快捷工厂直送的日式产品 旗舰店则是增加甜点蛋糕走精致的路线 拉开市场区隔展开立体公式 上海地铁人潮从这一站穿梭到下一站 但冷冰冰的通道多了一些温度 迎接你的是亲切的问候声 好吃的面包啊 欢迎教学啊 欢迎光临 鲜榨的果汁哦 欢迎教学啊 欢迎光临 这多少钱一个啊 十块钱 高峰期等结账人排到店外 工作人员还得走到客人面前 预先装带 一点时间都不浪费 地铁站内的面包店 符合通勤族快捷便利的需求 早晚可以来买一下 不用出站 对的 不要跑远路了 地铁那个从外面看玻璃一定很干净 不然你这样子都没有看到产品了 透明玻璃面包看着好诱人 招牌也采用橘色系让店面更加明亮 目前是进驻上海地铁站 为二的台商烘焙品牌 但门店数它是No.1 总共50家 今年目标开到100家 老板挤破头 抢攻地铁商机 人潮来来往往带来的就是前潮 所以面包店进驻到地铁站 别看只有五平大的空间 一天的业绩可以超过人民币1万 上海地铁的乘车的人 人次差不多1000万嘛 那加入到1200万 两条线或三条线的线路销汇点 就会有一千多平 以前地铁少一点 就是门店也马路的比较多 现在地铁方便一点 整体形象和商业升级 上海地铁开始对外招商 却凭重选却是台商 除了老板蔡丙蓉自创品牌18年的实力 还有他对市场的敏锐度 每5到8年必须转型 从现烤面包店转向 那个比较便捷性的面包店 这个在整个大度会是个趋势 我再要一杯拿铁 螺抹茶拿铁 街边门店 它并没有放弃而是升级 早就不是你印象中 上口的面包店 这里多了咖啡香 面包也跟着进化 前店后厂的现烤欧式面包 走健康路线 还卖起三明治小甜点 慢活小资才能抓住90后的心 因为有些人不一定吃面包 有些人就来吃三明治 所以说你种类多了 你顾客也会多 感觉以前的面包房吧 烤点面包 然后我们买完的话就会走了 然后不只是为了吃饱饭什么的 也是为了请掉 营业消费族群不同 街边店客单价较高 大约在人民币40到50 而地铁店则是传统日式面包 口味上以肉松奶油为主 中央工厂同一制作配送 客单价人民币20至30 再以店面大小调配租金所占的支出成本 租金100平方都在15万以上 民生必需品的产业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各行各业都是一个关键年 前两年有电商的冲击 包括我们这个产业 可是现在实体经济又回来了 可是回来的话 你怎么让它创造这个空间跟好的服务 体验是实体经济重要的一环 菜品融下重本 上海著名商业区开旗舰店 装修到开业就花了近四年时间 原本就是西点师傅出身的他 在把品牌切割细分 甜点独立出来 蛋糕制作结合美学 心形慕斯淋上厚厚一层巧克力酱 刮刀上各式酱汁一刷 缤纷色彩在表面炸裂开来 巧克力花瓣一定要慢工出细活 在下午茶市场分一杯跟 女性爱的巧克力花样百出 这是小笼包 这是雪茄 造型巧克力的创意 来自在日常不过的生活 小元素让顾客会心一笑 觉得蛮可爱的 还真的不舍得吃的 造型巧克力除了有小笼包雪茄之外 这边还有一个 大家看了应该很熟悉吧 这是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 会用到的洗衣板 把生活的创意和食品做结合 这个就是希望老公要一年要对我好一点 否则我就送块洗衣板给他 我觉得他有点就是说比较中高端的这种感觉了 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比较贴近大众的需求 有必要啊 因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啊 比较喜欢这种有个性化的产品啊 全大陆烘焙市场在2020年以前 会达到一兆两千多亿台币 18年拓展113家店面 却靠直营 蔡炳曾经南下外省发展 却失败赔钱收场 因为人才库不够 这个是台商最大的缺点 他每天都来买 你只要不好吃他明天就走了 因为他隔壁还有很多亚面包店 他不一定要买你的 他误出缺乏人才资金的情况下 烘焙就是区域性产业 他索性扎根华东区 以最熟悉的市场 壮大自己的面包王国